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往往是这样 你知道吗 说操操操操就到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说今天小波来不能容易放你走 咱只是聊第一集 第一集聊一个最近的 我问他们经济学界 我说我们外行 最近经济学界什么话题特别热门 他提到一个名字 我还有点敏感 这个名字叫张维莹 说张维莹大师 张维莹老师 我一直也想在节目上跟他道个歉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这种瞎聊天的节目 很难做到彻底的平衡 你知道吗 几年前有过一件事 就是张维莹老师大概有一个人对他不满意 对吧 在博客上骂了他一通 那时候是医学门话题 我怎么就在节目里念了你 好像你也在吧 你骂得最厉害 念了你 但是人家张老师就觉得说你看你们这样就是一面之词 对吗 你没有把我的意见讲出来 所以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一直希望张维莹老师呢 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节目里来聊一聊 所以呢 小波您不要不怀好意看着我 对你是公开发邀钱是公开挑衅 没有没有 就我当时就很希望咱能请到人家来做节目很好 当然呢 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小波说又是张维莹教授的一个言论 其实要照我看呢 好像这个我还曾经听过陈志武教授 对对对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谈过类似的观点 这个观点 我们是外行啊 我某一听很高兴 人民也会很开心 哈哈哈哈 你没有喝喷了吗 你说下去 他简单就说吧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这个张维莹教授就是说 把建行分了 国企咱就分了 国有资产全部分了 就分了 这个或者是就用这个股份嘛 他说他们都上市了嘛 上市股票都有价格的嘛 那么既然这样就干脆都老百姓一人一份 对吧 或者他还提到一个说英国的一个办法 或者就是什么办赠送啊 还是办怎么叫 转让 我闹不太清具体的你们学术的词 大体我理解的就是说分给我们每一个人 对对 他准确的这个原意是什么 他就是把国有资产量化到每个国民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国有资产不叫全民所有制嘛 那就是真正要全民所有制 对 那么就是说怎么量化法呢 就怎么怎么平分 对 有几种办法 一种办法就是就是把它算出来 然后每个人分多少钱 当年1990年苏联变成俄罗斯的时候就这么分的 一人分一万卢布 就分给大家 对 第二个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资产算清楚以后 然后呢不分给大家 但那委托一家公司来经营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那管理出来的钱 然后呢比如把它变成社保基金啊 保护医疗啊 教学啊 公共建设啊 对 我听过这好像是陈志武教授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弄一个什么基金 对对对对 但是也是为了全体国民 获得落干个基金 这每个人 然后呢每个人民是 你拥有那个基金的股票 嗯 我是等于变成股东 你是那个基金的股东 我们名义上都是那个基金的股东 就是名义 你实际就是股东啊 实际就是股东啊 那么还有呢 现在张文英张老师提出想法呢 可能就是按俄罗斯的办法 确认把他骗成钱算了 别先算了 好啊 不好吧 先先帮我们算算 大概能分多少钱 把这个钱现在很难算 因为国有 讲我们讲国有资产的话 大概分成两大块 一块呢是国有土地 是很大一块 国有土地呢 呃只在2006年算过一批账 那时候大概是50万个亿 但我 你说的国有土地是包包过农村 全部在内地 全部在内地 就是普天之下 国外 黄土这个 对对对 现在土地都是国有化的 就中国国境内的土地 那就所有 对对对对 农民还不是土地私有嘛 土地没有啊 他现在 联赛的报告资认 这是50年不必嘛 小平生就当年讲的嘛 对对对对 是都 然后你现在 你买的房子都是 住在房子70年 商铺就是50年 都是向国家租赁的 就这部分土地是大概 06年是50万个亿 那么按现在房价 土地增值来算的话 大概在100万个亿左右了 100万亿 难道不少了 是 GDP的多少 年度GDP的就一倍了 我们现在大概48万亿左右 48万亿 对这个是土地部分 那么还有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呢 现在算算大概有 12万家左右 就国有企业 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 大概就12万家左右 这个08年算出来的 账大概是在 40多万亿 现在可能不止 现在没有算 算不清楚 我估计现在应该 在60万到70万亿左右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 160万亿到170万亿 我们14亿人口 每人可以分10多万 可以鼓掌通过这个决定 当然不讲了 真是 每人分地真忙啊 多生小孩的就划的来了 计划生育的就划不来了 加了一生三四个 一下子多了几十万了 徐老师想的细致是吧 对 世界上有什么别的国家 像中国这样 有这么大分量的国旗 年份完将 也仅更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个好像是 是不是经济学界也有公论 我在所有的书上都看到 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观控的 国企的什么政府的 似乎就是效率低搞不好的代名词 这个事情好像真的好像听上去很大了 我完全外行 但是听上去这个问题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个的确是很大 你说美国都是民营的 连军火工业也民营的 美国有什么东西是国家控制的 没有的 他国有几部分是没有的 然后你比如美国的连 美联署都是一些个人股东所构成的 那么国家控制这些最重要的要害部门呢 就全是靠法律 对 就是只是靠法律来限定 这个 那个 那个 对 那个 金融机构跟军火机构 他们要以国家利益至上 而不是以商业利益至上 对对对 全部都靠法律 那日本呢 日本 日本 对 日本也 现在 现在基本上有大量的都往民营化的 基本上也是民营化的 比如日本有段时间 他的那个铁路新干线 他是国营的 就怎么弄也弄不好 后来就把整个新干线卖给四个私营企业就盈利了 他们好像前正几个首相换来换去 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关于全日本的邮局 对不对啊 这个邮局是不是要民营化 对这些像邮局还有像那个比如说电力公司 地铁 自来水公司 这些 这些机构很多国家是民营是国营的 但这些机构都不是盈利为目的的 全部都是亏损的 是啊 中国就拥有那么大的国有企业 而且有那么大盈利高盈利性的 而且他现在是盈利比民营还好 他的越来越好 他的能源的 他的资源的一个 一切都盛天独厚啊 银行有钱也都给他啊 他这个公平的来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呃 这只能 我这些人研究企业史不研究这个 做比较 比较研究 你最近会发觉 中国这个国家治理和西方的这些制度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因为一个国家拥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啊 你在西方制度经济学是解释不通的 嗯 对吧 这个 但是你可以按据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讲也解释不通 马克思也认为说 是为什么说 说国民和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国家是个暴力机器吗 你是老百姓 然后呢 国家来保 来用武力来保卫 国家机器 保卫是我的安全 对吧 这个是国家存在的一个前提吗 那么国家和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马克思就讲 唯一只有一个关系 叫做付税关系 付税 就是交税 交税的关系 就是纳税人关系 嗯 就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制度学有很大 很多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这一点问题上 是完全是一样的 但你看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就不一样 就我们和国家的关系除了要交税以外 我们还他还有他还有自己还要成立很多企业 他有专业收入 我们不有一些警察吗 没有学好马克思 结果受到处罚吗 竟然跟市民说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不为那是人民服务 对 这个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呢 它是个中国传统 哎 中国在汉朝的时候 汉朝有13朝 就相府啊 有13个中央主管部门 其中有一朝叫金朝 就像黄金的 已经叫金朝 金朝 金朝就是现在的国资委 汉朝时候就有 然后呢 到了唐盛的时候呢 就叫 这个叫 叫户部 户部有三司 杜智司 户部司 还有第三个司 叫盐铁司 对对 盐铁司 盐铁司就是管 就是现在的国资委 到国民政府的时候 我们现在叫国资委 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民政府在中国当年 叫国家资源委员会 也简称叫国资委 所以啊 盐铁论 都是有名啊 对 我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 历史上中国就有 从我讲就从汉开始 就有一个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 在那里面 那就面临到一个 其实一个 但是那个时候 他只管上端 好像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各个朝代 管国有企业的办法 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现在怎么管呢 我们现在自己建企业 对不对 自己建企业 但是早年的时候 最早提出盐铁专营的时候 比如管中提 那是春秋的时候 春秋的时候管中提 最早要建国家要建国有企业来管理国家 是这个兄弟提出来的 啊 管中 管中提出来 管中提提 比如我们怎么来管盐和铁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盐呢 是在海边晒盐嘛 是国家不建盐厂的 如果按现在国资委的思路 就我们自己建个盐厂的 他说这个搞不好 效率会很低 他那是开放 他比如一年4月到7月之间 允许你晒盐 那晒出来的盐呢 国家你进去到盐厂里的时候 给你一个斗 就晒盐那个斗啊 你说那个斗呢 卖给国家 就你自己去取盐 你自己去晒 你晒盐里的效率就很高嘛 然后你国家来统销 国家来统销 就跟我们后来统过统销 对对对 生产还给民间 那你的效率会可以保证吗 但是买卖归我 买卖归我 然后铁列这样的 把三个封起来 民间里人不能进去 然后里面有铁厂嘛 铁厂所产生的利润 是七三分 就国家拿百分之七十 你拿 国家拿百分之三十 就现在百分之三十 所得是一样的 你拿百分之七十 这个是 是 管中时候 汉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后来到了 到了这个宋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叫一个叫 操饮一个叫买铺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是给延厂嘛 管中的做法 你老百姓去 我同不同销吗 后来发觉 那个也不行 国家也很烦 对 出现了一个叫叫叫叫 叫的买铺买铺什么意思呢 我有这个延厂 然后呢 我就挂牌 我就挂牌卖 然后呢 它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名标 一个暗标 名标的话 就说我一千两百银 然后开始起价 然后文铛你说一千二 子东说一千六 是吧 这咱熟悉嘛 就叫招标嘛 招标 还有那暗标 暗标呢 就在城市门口呢 放一个箱子 放七天 放十天 然后大家往里面标数 然后以后唱标 最后看谁最价廉物美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国家就把就把这些这个资源嘛 这等于是个是牌照一样的东西 就资源就给到你 你给的 这叫买铺 还有个叫操饮 操饮的就是跟盐有关系 就是因为盐 基本上国家 有盐的地方就很少一些地方 比如说山西有盐 运城有盐 比如说天津堂固有盐 比如说淮河有盐 人不然呢 盐是国家来塞盐 国家故宫来塞盐 那就归营盐厂 那跟广东不一样了 对吧 但你盐很大的问题呢 是那时候国家疆域就很大了 期货很小嘛 运盐很方便 到了宋的时候 监狱级很大了 你怎么样把淮河的盐 运到东北去呢 那么就是国家是不管的 国家就是用操饮 就是把一进盐 变成操飘操飘操 就从这来的 就像一张纸头 不定一看纸头 然后呢 你拿着一张纸头 你就会印地去取盐 哦是这样 取盐运盐 后来到后来 明星的时候 就是盐上盐上 就是叫做这个东西 然后就专专的 那个那个 那个牌照呢 叫做窝本 那听你这么说起来 虽然历代皇家 就是政府啊 控制这些 最重要的这些资源 但是它其实也还是用 通过方法 在最上面控制 承包制的方法 对 下面运行的 还是民间的 经营还是给你民间 比方说他负责运的 那个操的 那些人不是皇家 不是皇家的 不是皇家 今天现在不一样 运过去以后 运过去以后 你那个操就是会有个盐带 专门有盐带 盐带必须要就地销毁 必要就地销毁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中国史学界 没有找到当年用的盐带 所以当年制度很严格 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现在不要 我们现在也自己建企业 对对对 比如说 如果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石油的经营权 还有一个办法 我就全国招标 我卖给某些基金 或者卖给一些资本集团 你们来经营 国家就把这个 拿着这利益所得 利益所得收走 就作为投资人的方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新加坡的方式 新加坡 对干嘛西方式 那为什么你不同意 他们说的分呢 我认为分这个东西 第一当年俄罗斯 苏联变成俄罗斯的时候 分就出现了两个特别大的问题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 也可能会出现 第一个呢 你分给谁 分给人民 分给人民 人民他 他对这个资产的价值是不敏感的 他资产价值很不敏感 然后呢 就会有人 向你买 买了以后呢 就会 有些人就会变成超级大股东 俄罗斯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超级大富豪 三十几岁 对对对 四十来岁 就成为全世界最富的人 到英国去买 去买足球俱乐部 去买俱乐部 这些人 这些就是因为 他们就是先知先觉 或者说 他们在分的时候 他们已经跟某些官员 地方官员啊 或者跟那个企业人啊 勾结好了 或者呢 他本身比义立青的女婿 他就买了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是吧 分给天然 股权分给某 每个人 每个人他 他不知道这个价值 还有呢 第二个 你刚才说有两个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会出现 贫富他去更拉大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国家分裂 国家分裂 国家分裂 你的意思这个某种程度上 国家政治的统一 政治军事的统一 跟这个经济的强大 是有关系 这个不是经济制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 我认为这是一个 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问题 所以你会不会突然再来想说 那些从管中以后 汉唐明清这些统治者 为什么手上要抓那么多国有资产 统一 对 他是统一 所以美国有个历史学家 叫魏佩德 魏佩德讲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文化 最重要的文化 就是统一的文化 不要统一 所以就 怎么统一法呢 在农耕时代 没有办法 那我就中央集权 我中央要掌握所有的权力 掌握权力以后呢 他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 我在最近出本书 我讲到过这些制度 比如说第一个制度 是我要建立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 就出现了决限制 就你不能选举 必须我中央派给你 对不对 你就听我中央的话 决限制 中央地方权力分配制度 然后税收方面的 就搞分税制 对吧 我中央拿多 然后呢 你拿少点 我爸爸来帮你 大家来分配 这是第一个制度 第二个要建立 就是要控制全民思想 中国一切都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 那就尊汝 从尊汝开始到现在 也是从汉代开始 对汉代开始 所以汉武帝很厉害 第三个呢 就是要控制社会精英 控制你们 社会精英有三种人 我认为 这个国家社会精英 第一种呢 是有武力的人 就能打仗的人 其实上映的时候 就搞了军决制 军决制 军决制就是把 你不要去打别仗了 我跟你记住 你去杀人 杀完 替国家去杀人 是吧 到了随长的时候 搞了客举制 就是统一那些 有管理有思想的人 就把它叫做 统一考试 统一考试 而且也是民间的人 可以上来进入统 对对 它就变成一个平民社会了 第三种社会精英 就是有经商头脑的人 那这部分呢 是权力压制的 就压制 这两个人 第一个有武力的人 和有思想的人 给你一条通道 然后呢 有赚钱能力的人 是把你压制掉 那为什么有赚钱的人 没有享受到 前面两个人同样的待遇呢 就涉及到第四个制度 就是宏观经济制度 就是国家手上 必须要有一大堆的资产 来压制你民营 民间 压制两个东西 第一压制民间 民间压制有产者和无产者 我同时都压制掉 所以现在民营经济 为什么觉得 它有天花板 它就是原因 第二呢 中央有了这笔钱以后 其实还要压制地方 地方政府 你不能有很多资产 所以啊 这民营企业 要是有什么想不开 你得想想上下5000年 对对对 乡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览读一语千里 在环球实验下 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 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 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号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排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追寻的第五级 欢乐集 北纬20度 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关南湖海口 他有一个观点 我这个很早就注意到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也是他的研究 现在慢慢走向历史深处 他说 我表达不一定准确 他说中国历史上 总有一个循环 有个轮回 这个轮回就是 比如说要是经济不太好了 官府一放开 中国人 华人其实会挣钱 很快民间创造财富 GDP能全世界第一 但是每当极大繁荣之后 就会失衡 然后呢 然后就说 贫富它就会拉大 然后呢 比如地方就有钱了 中央就没钱了 就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失衡 失衡呢 就会出现内乱 那内乱以后怎么办呢 就要重新再来集权 一集权呢 又搞死掉了 又就闭关 闭关呢 就死掉 死掉以后呢 再来开放 开放以后呢 再乱掉 乱掉以后再 在那个 自来循环 我们把这么复杂的问题 用最简单的一个思路理解 刚才我听下来 就是说 你如果横向看全世界 我们这个公共这个财产 是应该还 还于民 但是如果我们重向看 我们五十 三千年 我们不讲五千年 三千年 我们的传统 其实没什么变化 我们有国有资产 常有的国有资产 压制民间的商业的 这个政治需要 跟民主利益的需要 我大道理讲不清楚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直觉 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就觉得什么 觉得也许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但是目前不能做 什么 就是分 比方说 我老念叨的 这个张维英讲的这个钱 比方说 我已经放弃他那份权利了 就是说什么 咱不讲国有企业 就讲农村的地 比方说 打土豪分田地 这农民跟者有其田 这是多少代的理想 那农民从来没有这个私有制 今天你们都有什么私有制 虽然你们七十年 农民弄了半天还是借 所以人家说农村的地 该不该有买卖权利 该不该私有制 我就说理论上该 可实际上现在就是不该 就是他刚才讲 现在假如农村的地 我按人头分下去了 马上有一些农民就hold不住 很快他们就会地球被旁边的人 以二十万三十万 俄罗斯的这个情况 二十万三十万就买钱 所以很快这些地就会高速的兼并 农村经济会发展 会出现大的农场组 可是这些人口就到城里来 就建成 然后上海北京附近会出现全世界最大的贫民口 对 他一定是贫困的横向 他而且回不去 所以他们这个土地什么转移 这个东西你要让人家无家可归 那就先被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控制的成果